大西兵卡丁社枯腿动农村再生计划 在乡来渡路边跟建筑来进行猜维 以及马赛克的拼帖计划 这个计划进行到已经是第五年了 今年的目标 中美典对明信共一直到争讨的接口这段路 来进行海牛遗强的猜维 不仅这猜维报军已经差不多完成七下左右 粗暴辛苦 也和大家是越看越麻烦 大西兵卡丁社区第五年前开始推动 农村再生计划 在乡来的道路边和建筑定民做菜围和马赛克拼帖 今年目标是对明信共一直到串来的一口堂 做海音文技术的中式 一天早就有很多兄民来到三天 村里的环境整理好小 整理水 大家民主都有 人家很健康 人家很健康 这次的农村再生计划 以下会用6年的时间来陆续完成 村里的技术部地和改造 不可以改善传来陆续的村民行动 来陆的UK可以因此感受到农村的活力 就是结合海洋跟农村的特色 来把这个农村的那个老旧的前面再把它塑造美化活化成一个特色的一个有活力的农村 那你这次差不多做的是反复是对的吗 这次在我们葵新庙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一带到这个出入口 这个村里面这个出入口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一段 村民除了有参与这做过程 以后的共同讨论 决定彩维的主题 请求固定六年中心外口这块马赛克墙 就是通合乡民的意见做出来的 这里可以看到传来的敌散和附近丰富的心态 里面的故事内容 前面的故事内容 就是包括我们村里面 农村作息 主要的农产品 蒜头跟花生 还有我们靠海的那个蚵仔皮 养磕盆还有海洋的风车 整个我们这个偏乡农村的整个形态 通通融入在这幅图里面 台湿原海的风暴敌树 还有丰富的超前代形态 一会还是有机会来这 不能忘记来欣赏这座美类的海影院的蜀川 记者等一会 彩虹报道